第三百四十一集,云深不知处有旧约,蓝旺基的心里生起了一句话,也许该去云深不知处一趟,当年他和魏无羡去过一次,云深不知处就职之后,说是还要再上去,结果人生变坏身不由己,这么多年来竟然再也一次也没再去过。 当年他和魏无羡还说过,他们愿意在云深不知处过一辈子,只要两个人一直都在,是该再上去一次,云深不知处是个原点,还是个起点,他们都得再去才会明白。 蓝旺基上了床,帮魏无羡盖好了被子,然后贴紧着他的后背,搂着他睡了过去。 这一睡,蓝旺基就梦见了他和魏无羡两人上了云深不知处,他看到有两个人,一白一黑两个身影立于雪中,雪下得特别的大,有一颗白眉开得特别的欢,一簇簇的寒香像是要和雪花比美,雪的白和眉的白,哪一个是天上,哪一个是人间。 那两个身影,在那洁净的世界里,显得是那样的清新脱俗,他们相视一笑情深宽宽,那眼部里只有对彼此的依恋和释然。 魏英,蓝旺基在魏无羡的耳边,轻轻叫了一声,魏无羡动了一动,无了一声当作回应,魏英,你可有梦。 魏无羡翻过身来,模模糊糊地说,没。 有,魏英,我梦见去了云深不知处,魏无羡睛睁大了眼睛,看着蓝旺基的眼睛问,白云山就止。 对,看到我们了,魏无羡想了想说,蓝湛,我们适不适得再去一次。 嗯,我是这么想,嗯,我们说过要再去的,这么多年来没有去成,这阵的忙完我们就上去。 好,这次他们请出了香炉想看会不会有幻境的浴室,但没有如愿。 香炉为蓝家祖传之物,来自云深不知处。 当年,魏无羡也曾提过,下次再来的时候,要带上香炉,带上秦笛上山。 云深不知处是蓝家祖上修行之所,灵气充沛之地。 他们的往事就住在那里,也许,那里,就是才是他们的家。 旺县魏了秦现场音乐会如期举行。 天降大雪,竟然没有冷却旺县迷的热情。 当时这场大雪,更烘托了秦笛合奏的意境。 九场演奏会常常爆满,做无虚席,网上抢票都把网络抢瘫痪。 每一场演奏会开始之前,除了各界人士送的祝贺花篮之外, 更多的是望线迷们自发送来的花篮花束。 他们以自己的偶像是蓝望鸡和魏无羡为荣。 除了他们的美貌和艺术造诣之外, 他们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引领他们脚步,成为前行的力量。 花店的老板没有食言,抢先联系了魏无羡要送上演奏会所需的花篮。 魏无羡要给钱,他怎么也不同意。 他说,魏先生,你能让接受我的碎镜之情我就非常高兴。 蓝院长我们苏州人比较熟悉,之前只是碎带他,但不敢接近他,因为有你才让我们知道。 蓝院长是个外冷内热可亲可见之人。 你和蓝望院在一起让我们苏州变得不一样,把高高在上的天堂变成了暖暖的人间。 真的非常感谢你,我能去看你和蓝院长的演奏会。 我这辈子就满足了。 花店老板握住魏无羡的手说个不停,不同意就是不同意,一定要负责演出的花。 说不能食言,魏无羡没办法,只能安排回奏望线。 长相思,花店老板收了望线。 长相思之后急往孤儿院的官方网站捐款。 自从秋爽法师申报筹建韩山四季孤院之后,魏无羡就设立官方网站宣传孤儿院,接受捐款也接受监督。 一切的事务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。 演奏会的收入除了扣除运营费用,全部转入韩山四季孤院账号,由江市派专人管理,投入孤儿院的建设和管理。 魏无羡让蓝院刻意参与孤儿院的管理学习,等大学毕业之后,想不想接手这部分的工作随他。 蓝院倒是非常愿意,毕竟,他自己就是孤儿,如果不是魏无羡收养了他,不是蓝家一手培养了他。 现在的他,真不知道会流落在何方,继承两位爸爸的事业,把扶植传递给更多的人,不是最好的选择吗? 专辑出了,演奏会圆满结束,孤儿院也如火如荼的开建,望谢两人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。 蓝旺基除了云生国学院的事务要开展之外,一些对外的交流和联系,也不再持拒绝的态度。 经过这些年的人和时之后,蓝旺基觉得他是古琴非遗传承人,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。 传承是他的职责所在,他有责任不遗余力去做这件事。 蓝旺基把他带过的研究生都组织起来,把古琴、传统文化带入课堂,让国学的精髓如涓涓的细流,注入每一棵正在成长的幼苗。 而魏无羡除了把僵士发展壮大之外,孤儿怨成了他的心愿,也成为了他余生的另一番事业。 这一日,天又下了大雪,望谢两人给自己放了个假朵在静室里不出来。 魏无羡窝在蓝旺基的怀里喝酒,嚼着蓝旺基给他做的麻辣牛肉,满足地说,蓝湛,这些好大啊。 嗯,可是静室里好暖,你好暖,开了暖气,不是,是你好暖。 嗯,我愿意这样躺着一辈子不动。 魏英,我们得上云深不知处一趟。 好,除了带上琴笛、香炉,还要带上一床厚点的被子。 我想在那里重温冤梦,魏无羡喝下一大口望谢,长相思勾起一根手指,挠了一下蓝旺基的下巴,意味深长的一笑。